在意大利著名畫家提埃波羅的三連畫前 導遊正在認真向民眾講解 但背景似乎與一般博物館大不相同 其實這些珍貴的藝術品 都是羅馬卡瓦利利華爾道夫酒店的私家收藏 之前只有入住的客人才能一保眼福 但現在為慶祝酒店創立60周年 酒店特地向一般民眾免費開放參觀 還貼心配備了藝術導覽 從畫作、雕像、掛毯到各種家具 酒店共收藏了近千件 主要創作於17到18世紀的藝術品 眼前這套掛毯中國皇帝的故事 是由法國博偉皇家手工工廠製造 也是歐洲中國風掛毯的開山之作 為了更好地保存這些藝術品 酒店正與專門機構合作 對收藏品進行嚴格監控和檢測 來幫助機師清理和修復藝術品 新台電視台記者韓菲綜合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谢谢大家